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哈喽 我是一行 今天我们来玩42.7万元下载的空岛生存 刚出生就有惊喜 这是哪 第四周的玻璃将我牢牢的困在了岛中 雨滩水池还有个神秘宝箱 这...这算是作弊道具吗? 钩爪背包 还是靠自己吧 现在眼前有四个数目 正好可以用来造桥 还能够做一些工具 除了砍树 要是能够在树叶里挖到水果 那这一天的养分就足够了 很厉害 所有的树叶都被我清空了 除了三颗树种子 其他没有什么价值 我们将它种回去 但我们一定刷一把十只的铲子 快看 在水池底下还有些煤炭 一定要挖走 要知道这空岛的夜晚 气温会降到零下20摄氏度 现在将树苗种回去 让下一位来这里生存的玩家也有序目 好了 安全起见 我要前往其他岛屿 搜索生存必备的物资 记住啊 一定要用台阶 这样可以给你节约大量的木头 好吧 我想我看到了宝藏 一群凶狠的守护者 目前我是无法靠近的 我必须找到一些作战工具 很快我来到了顿布小岛 它们能够给我提供食物 很遗憾哦 现在都没有食物能够将它们繁殖了 所以我不能杀它们 这里的水池呢是惊艳 嘟嘟嘟 这也太少了吧 那是什么 我的天哪 水池底下藏有大量的惊艳 吃上一口我一定能够得到永生 我急忙的搭着台阶来到这里 看着好多的鱼儿 打扰你们啦 直接潜入水底 看这多么美味的食物啊 一口进去 只听见嘟嘟嘟嘟嘟的声音 我的生命反复在增加 现在还要呼吸 我要将四周围的经验统统给吃了 但我没想到的是 我仅仅得到了八个复活币啊 oh no 这也太少了吧 上来之后我就发现了小木屋 也许这个主人曾经在这垂掉 这底下都是战利品 屋内还有很多的食物呢 这天也越来越黑了 我要赶紧回去睡觉 将水池奔上 啊不 呃 我还没死呢 前面真的是野人吗 那要怎么打的野人呢 你骗人 好吧 直接把我戳死了 赶紧射一脚 我就说这是很危险的 可这能怎么办呢 唯一的矿物岛 被一群圣门龙霸战了 欺负我孤家寡人 等着 我记得生存岛对面 会有金字塔 那里还会给我武器的 那这样子就能够夺回矿石岛了 铁轴台阶来到对岸 错有种不祥的预感啊 仙人掌座牌头 我可不会理会 里面是天空房子 这一项是寄神的地方 在左右两边的箱子 神器是不存在的 一把挖沙子的铲子 还有十个铁钉 不懂啦 要挖下去才可以有宝藏嘛 这下沙子还真的很碍事 难不成把这里挖空 不行不行啊 用木板来隔开 讲究手快 没问题 一下搞定啦 可算不会掉沙子啦 进去一看 这四周什么都没有啊 这是我见过最重的金字塔了 这样子空手而归 实在不是我的风格 看到罐子没 还记得顶得吗 敲罐子会有意外发现 来吧 咚咚咚咚咚 是有冒出金币 电池也太坑了吧 完全不顶用啊 十块铁 看来我就只能用短戒 来对抗迅猛龙了 面对凶猛的野兽 如何智取啊 是毁猛龙了 对抗迅猛龙了 对抗迅猛龙了 对抗迅猛龙了